这里群山环绕 是一个山谷中的小镇 早晨阳光普照 去一间古早味云吞面店吃早餐 强烈的阳光虽然照入店内 但都不影响顾客吃早餐的心情 一碟看上来很简单的云吞面 背后却是老板四十几年来坚持的心血 无论是物汁叉烧又或者自制云吞面 这个老板都坚持用橡胶木材火来烹饪 这份心思确实是值得我们敬佩 最令我难忘的就是老板用了猪油拌面 所以那碟面都坟外香滑可口 玲珑是一个弹圆小镇 大街的长度应该都只有几百公尺 如果大家有仔细去留意 本地很多小镇的建筑物都色彩缤纷 非常有南洋特色 这里在四十至七十年代是土烟烟草种植地 烟草品质优良 文明传马 鼎盛时期 还有一个小金山之称 小镇附近的玲珑谷 也发现了有一万四千多年的 霹靂人考古围址 在2012年成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但是由于某种原因 这个围址暂时是没有对外开放 是一排新店铺的前面 每周六都有早市 大部分商家都是有做同胞 都见到不少年轻人摆档做生意 这一档就是由两位年轻人摆埋的 勃仔米糕 勃都皮拉 光顺了一盒 味道确实不错 在大街的后面有个广西村 村口处还有间只成半截的迷你戏院 刚好有班学员生在这里录制影片 帮忙宣传他们就读的学员 玲珑谷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淡水湖 特色拉曼 它也有个脱族的名字 叫做无镜潭 如果有幸见到 早晨时湖面会飘过一层薄毛 这里也都可以租小船出湖随雕 也是当年安娜与国王和洪海行动的拍摄之地 玲珑被称为西刀鱼之香 西刀鱼是霹丽河成产的淡水鱼 通常鱼肉都是用来打成鱼丸 这家河鲜饭店 也都有售买多种淡水鱼 初落来就叫了一份炼鱼 好客的老板还请我们吃了一碟西刀鱼丸 肉质鲜甜 爽口弹牙 拎恩惠美无穷 后街都有间很多本地人光顾的饭店 天气实在太热 就决定在这里吃个简单的午餐 午餐后再在附近的街道 周围走一圈 发现楼边有间很骨折的教堂 再走多一会儿 开始乌云盖天 就结束了这一趟难忘的旅程 多谢沿途如上的人与风景 尤其是一位雜货铺的小冬 多谢你们 我会再度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